当我启动这个APP的时候 它已经自动帮我在uncreate这个方法里面建立了一个什么 所谓的database database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取名称叫做 我看一下我们的取名称叫什么 我们在那个uncreate的方法 这个main activity 当它uncreate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去建立那个database 那建立database的位置在这里 因为我在这边宣告了一个DB 这个DB指的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 SQLite database它的实体 主要是靠它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主角 就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只要了解SQL database SQLite database这个 这个类别的话 基本上这个方例 你大概就可以完全掌握了 它里面到底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刚刚简报上有 有没有 那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它在uncreate的方法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的app载入的时候 它就先帮我做几件事情 一建立资料库 那建立资料库特别是用 它的语法 其实或者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个SQLite database 这个类别里面有哪一些方法 其中一定会有个open database open database open database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open over create data 它有两个方法 那这里我们是用 那个open over create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它就只要open 但是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呢 它就是create它 那这样的比较好 不然的话它一直create 如果说你是用open 那就是表示它已经存在了 那如果你要create它是 它不存在 要create 那它这个方法还比较好 这个方法就是它帮你判断 不然的话呢 你要自己判断 if 这个是existe 那就open 反之就是去create 那不用啦 你就是一行 所以这个 这个类别的方法 其实它还蛮ok 那里面我们就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database 那特别是有 database要有个负档名 名称叫db1 负档名就.db ok 另外的话呢 这个第二个参数里面 我们需要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 要不要给它什么 ok 就是它的第二个参数 是它的mall 这个mall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在mall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那个 就是存取的权限 那指的就是说呢 你要不要给其他的套件 的存取的权限 那也就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预设的权限 基本上是那个 default 就是这边底下有好几个权限 那其中的话呢 如果说我不希望给其他的app 或者其他的套件去使用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设定一个mall的private 就是说这个存取的权限 我用private 当然只能够在我们这个app里面做权限 那再第三个参数的话 是那个factory 这个factory的话 一般如果没有那就给mall就可以了 所以会有三个参数 那这边都有相关的说明 如果你们要特别了解一下里面那个sqlite 这里面底下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里面的完整说明 ok 那再来的话 我建立好一个database之后 ok 其实特别之后database的观念一定是 一先建一个database 那在这个database里面呢 会可以建很多的table 那table里面的话一定有很多栏位 那你要建栏位嘛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嘛 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反正一定是这样啦 你不能说 老师我先建栏位 那你都外面都没有啦 就像你要盖房子一样嘛 你一定要先把房子外面盖好 里面才可以再去做分层 再去做隔签嘛 到底是差不多的 ok 那我们大概第一个 就先建好的一个database 他帮我去create 对不对 因为没有 所以先create 第二的话呢 就是去什么 你会讲exqsql 那exqsql 后面会带一个sql的语法 就是create table 那同样的啦 在那个sql 资料库里面 怎么样去create table 我想应该你们 资料库里面应该有练习到吧 怎么自己用sql语法去create table 应该有吧 ok 好只有一个点头 ok 那基本上 如果 所以 我不知道你们前面 所以 其实create table 并没有非常复杂 他那个语法 这个语法在哪里 我是把它写在上面这边 一个sql 一定是create的开头 create什么呢 create一个table 告诉他说 我要create table哦 这个table就资料表 ok 然后呢 table的名称 告诉他 后面的话 加上哪些栏位 那栏位的话 包含就是一个ID 底线ID 这个也是它的 第一个栏位 名称叫底线ID ok 然后呢 它里面的资料形态 就是什么 integer 就是一个数字 ok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primary key 主要的key 放在这里 这第一个栏位 ok 第二个栏位叫什么呢 叫mum ok 它也是一个数字 然后呢 第三个栏位是文字 是text ok 所以那当然将来 你如果说假设 老师 这些什么integer 这些text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请各位查一下 其实在那个sqlite database 里面有资料 就是每些栏位 它可以放哪些资料形态 一般的话呢 当然不外乎就是 其他的data database 也是一样 不外乎就是数字 文字 日期 大概主要是这几种 那只是说后面的名称 稍稍有不一样 每一个资料库的用法不一样 比如说文字的话 那你可以用text 其他的资料库 像mysiclo 里面有叫varchar 或者也有叫chart 然后瓜糊 你要几个字 告诉他 在这里sqlite 大概也有它的惯用法 其实可以稍微查一下sqlite 的那个 资料库的那个栏位的资料形态 那其中的话 常用的也许就是integer 整数嘛 然后我们有一个也是整数 这个是文字 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三个栏位 那三个栏位的名称就在前面 后面的话呢 就是它的放什么资料的形态 ok 然后呢放什么 所以会有三个是 其中两个是放数字 一个是放文字 不过第一个那个id 它因为是primary key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一定 基本上只要是key的话 一定不允许什么 不允许空的 一定要有资料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定不能重复 primary key key的话不能重复 ok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你不能说我insert进去的话 给它重复了 不行 只要重复 挂掉了 insert into 它就会出现错误了 他跟你讲说key 怎么可以重复 就要身份字号嘛 身份字号怎么能重复 所以基本上这个key 一般有的时候呢 也会让它自动增加 就是用让系统自动增加 不要让使用者增加 因为使用者怎么知道你编号到几号 所以这地方的话 也许我们自动增加 有三个栏位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string 这个string呢 那特别注意 关键还有一个地方 if not exert 特别注意 这三个字呢 是我自己加的 书里面 你们的书本里面的范例啊 没有加这三个字 就有之前同学 也是我们就用书里面的范例 想说图个方便 然后觉得同学一路上 第一次还ok 可是呢 把APP离开之后呢 再进来 第二次一启动 挂掉了 为什么 因为少了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意思应该可以理解吧 create的时间点是当它不存在的时候 如果当它存在的时候怎么样 那就不要create ok 特别注意 差这三个字差很大 可是坊间的书籍 奇怪就没有 加这三个字没有困难 或者没把它加上去 而且 网路上很多范例 网路上有人提供的原始码 里面也没这三个字 没这三个字的话 你第一次执行可以执行 但是之后第二次就挂掉 为什么 第二次再执 已经有这个table了嘛 除非你要把这个table名称 把它改一下 不能叫table1 也许要table2 ok 好 那所以我们去怎么样建立那个table 资料库建了 资料表怎么建 资料表就是去用什么呢 这个db 有没有 就是sqlite database 它的实体去执行 叫跟那个资料库沟通嘛 我直接跟你沟通 我直接跟他讲说 你帮我建那个资料库 我有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里面有两个是整数 一个primate key 另外一个是放文字哦 ok 如果没有存在你就帮我建 如果存在你就不要帮我建 ok 它就传递过去了 因为呢sql 他们这个是相通的语言 所以他一接收到 我看懂了 他就帮你建了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建了一个资料库 再建立一个资料表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诶 建立好之后 当然里面资料就空的嘛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呢 所以特别主要 其实这两行就关键 再来的话呢 我们 再来就是已经建的 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把它启动起来 这个时候基本上 他已经可以让你去新增资料了 那可是你要怎么新增 我讲过啦 你还是跟他用什么 用那个sql的语言沟通 那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诶 那请你帮我放一笔资料 先放进去 那怎么跟他讲 一样嘛 因为我预设里面就 insert into 有没有 这个应该有学过吧 sql语言 对吧 到哪一个table table的1 哪些栏位 numal toi 你想说那前面不是还有一个 那个吗 底线ID吗 特別注意喔 如果说你那个底线ID 是primary key的话 你也不用加那个increment 就是自Ot all 在sql译里面 如果他是一个primary key 如果你没有给他任何的 insert先帮你去帮号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insert 这个insert into 的话给蓮主啊 然後裡面分別給什麼 給Values Values就是裡面放什麼 因為這個Lumber是放整數 所以放個1 然後後面的話 Data是放文字 所以放資料項目1 特別注意 這邊前後一定要加單引號 這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SQL的 因為SQL 理論上我們在程式裡面是雙引號 可是在這裡為什麼是單引號呢 為什麼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剛開始會覺得 為什麼乾脆不同意一下 用個雙引號就好 後來發現 因為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它只能 也許我是這樣想 會不會是因為雙引號 已經被程式用掉了 那如果你在用雙引號 假設你把這個字串包進來的話 那不就重複了 所以它乾脆把雙引號改成單引號 OK 所以記得喔 SQL語法裡面只要是字串喔 前後都要加什麼 單引號 而且要加兩個 你不要加一個頭 你加尾 反正就是少一個都不行 那其實SQL語法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說 把這個字串串出來的時候 差一個地方都不行 像之前有同學 看起來都沒錯 但是一執行掛掉了 為什麼 後來我幫他看了一下 Values有沒有 這邊應該要有一個空白 結果他這個空白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都沒錯 少個空白耶 少個空白這樣 按下去 Crash掉 掛掉了 可是你看得出來嗎 你根本看不出來嗎 OK 另外還有什麼 有同學是table01 把這個1打成L 0L 或者是打個OL之類的 OK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 可是一執行掛掉 那一直問 有時候問我說老師你幫我看一下 他就很緊張 一直問說為什麼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有時候還是看不出來 因為那種東西 有時候你自己打 所以有時候遇到這種錯誤怎麼樣 你乾脆把你錯誤的程式碼 直接貼到我對的程式碼比對 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OK 或者有時候你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在execute前面加一行 加什麼 加tosser 我的希望tosser出來之後看一下 tosser出來的東西 再去execute 確定沒有問題在execute 我們來執行一下 按下執行這個按鈕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去幫我把這一筆記錄 塞到什麼 塞到 把這個訊息塞到那個database裡面 database裡面的那個table 那個table裡面的話就會增加一筆記錄 就把這個新增到這個一筆記錄 可是這個執行之後的話 當然只有執行 可是問題呢 拆進放進去了 但是我下面要顯示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你還要再把它怎樣 讀出來 並且放在哪裡 放在list view 所以這個按鈕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執行那個insert into的指令 第二個再去資料庫裡面把它撈出來 放在list view裡面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按下 你會發現上面的變2了 再按一下 當然名稱不能重複嘛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insert進去 再撈出來 insert進去再撈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部分的程式碼裡面最重要就是 如何新增資料 第二個 如何查詢資料 查完之後呢 放在list view裡面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怎麼做才是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的呢 第一個 我在onclick這邊加一個listener 去實作裡面的方法 那裡面的方法是怎麼樣 就是把什麼呢 把我上面 因為我是直接乾脆把seql放在這裡 當我要去執行的時候呢 一樣用db.exq seql 有沒有 再把這個東西放過來 我用那個什麼get把它tothring 把它抓過來之後讓它去exql ok 其實一行就搞定了 其實你會發現用insert into 在那個db裡面呢 新增資料 就一行 沒有別的了 就這樣 但是喔 它掛掉也會很快就掛掉 因為如果你只要一個地方出錯 這裡就直接給你掛掉了 ok 那再來就是說呢 如何把資料再給它讀回來 讀到這邊來喔 讀到這邊來可能就比較麻煩喔 讀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有另外再增加一個那個 獨立的一個我們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一個mancer 這個mancer裡面把它讀在這邊喔 是一個void 它沒有回傳子 那到底做什麼 如何把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 再撈回來 我剛剛有講到 有一個重點 就是用什麼 你可以用query 也可以用rollquery 兩種喔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rollquery 重點就是下西口語法啦 roll r-a-w ok 如果沒有roll 那就是 直接告訴他哪個table 他幫你全部抓回來 兩種方法都ok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講過了 我習慣用什麼 用西口語法 所以我可以怎麼 用rollquery 但是呢 查詢跟新增不一樣 新增是丟過去 不需要回傳子 你幫我新增 成功了就不用告訴我了 ok 那失敗就掛掉了 那當然 查詢的話不一樣 查回來的東西 他可以講 學錯的東西 裡面有的table 抓回來 但是抓回來之後 你要有個地方給他放 你不可能說 直接就丟到this view 不行 因為this view 它需要有一個adapter 才能夠show 所以你需要有個暫時存放的地方 暫存的地方 ok 那就需要一個什麼 科舍 ok 所以這個科舍 如果人家會問你說 科舍要做什麼 科舍其實中文的字義是叫游標啦 對 可是這很妙 我剛開始看到這個科舍 我也奇怪 游標 是不是指的是什麼 資料庫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不是 它指的就是一個 暫時存放查詢的結果的一個 其實你可以叫做虛擬table吧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table 暫時存放查詢回來的東西 ok 那我們就建一個什麼科舍 有沒有 然後名稱就是這個物件 把查詢的東西丟進來之後 有沒有 先放這裡 應該可以理解了 再來做什麼 丟到這個什麼 this view 不過特別是有講過 this view前面有用array adapter 我們好像至少兩種 一個是給它一個正列 或者給它一個array list 或者第二種是create 就是從那個自創資源檔裡面 用create resource的方法 有沒有 那第三種方法 從資料庫 該怎麼做 從資料庫裡面 特別重要 你需要用到第三個adapter 不是不是 第三種方法 叫做科舍adapter 它有叫科舍adapter 科舍adapter 它的做法 特別重要 在這裡 ok 其實就是 先判斷一下 如果科舍不等於怒 意思是說 有查到資料 而且 它的那個gast 你可以用科舍裡面 gast count 就是總比數 如果是大於等於0的話 大於等於0 第一個當然一定要有資料 第二個是大於等於0 才去執行底下的動作 什麼動作呢 建立一個什麼呢 這個叫做simple cursor adapter 它又多一個 叫做simple cursor adapter 簡單的一個cursor adapter 也就是說它對應的就是什麼 對應的就是一個cursor 所以一定要給一個cursor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的array 是一個有點像單欄式的啦 那可是這個cursor是多欄的 它可能有兩欄有三欄 那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要顯示這些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喔 先需要做也是一樣 三件事情 c 再來是什麼呢 v 再來是m 可是後面會多這個跟這個 你想說這個跟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個跟這個指的是什麼 這邊要建一個layer 這個layer裡面的話 一樣要給它兩個欄位 因為它不只一欄嘛 它有兩欄有三欄嘛 所以如果你要顯示的資料 是有兩欄或三欄的話 那你必須要建一個layer 先告訴它說呢 我這樣要怎麼放 否則它不知道怎麼放 那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等一下的話 我們先講到這邊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把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敘述 請各位呢 先開 步驟是這樣 第一個 建立一個專案 CH13 ccoli1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建一個view 那m的話不用啦 因為m裡面好像沒有 反正我們主要不是放這個street 我們其實就放database 所以不用 那再來就是view裡面的話 基本上等一下注意一下幾個細節 就是裡面的話 當然一定我是用linear layout 這個地方放個add test 一個button 再一個list view 跟剛剛看到的應該是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是放那個insertinto的語法 讓它執行 讓它去產生清單 OK 第二個的話請各位再新增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 新增的方法應該也不會默 按右鍵嘛 這邊有個layout 這邊有個layout activity 那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要放兩個欄位的資料 包含就是說呢 上面是它的這個number 編號 這個是它的裡面的那個資料 有兩個欄位 那所以我在這邊建了兩個 用一個linear layout 然後裡面放了兩個text view 上面是放那個號碼的 下面是放那個資料 就是放資料的位置 那當然裡面的話你可以給它格式化 所以做出來類似長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layout 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平常做的一個linear layout 加兩個text view 那這兩個text view 名稱我一個叫text view 1 一個叫text view 2 OK 就是這個是v的部分 會放 那這個主要是用在將來 我要顯示什麼呢 顯示這一個的一個板型 所以有沒有 這個板 將來給他們每個每個用 這是外框的這個一個樣式 所以這也有點像是不是CSV 就網頁設計裡面CSS 反正樣式 先給它做好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是C的部分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 因為這個可能比較冗長一些些 OK 那我有把那個完成的那個 程式碼一樣 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地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